戴笠山河 进入史书几卷 藩王小丑何举哉 横剑可当百万石 小人生能有几多风光 不过假盾五百 在大汉朝堂上打工有多难 搞不好领导一个问题就让你回家了 自打周亚夫被夺了兵权 当上了丞相 那简直就是大本中下计快地 上面摆下面计 天天贯彻上班只为下班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原则 坚定不移的反对留起的各种决定 简而言之一句话 皇帝敬酒他不喝 皇帝夹菜他转捉 皇帝听牌他自摸 于是咱留起就寻思 得了吧 你这丞相也别干了 周亚夫是一头的大汉 寻思着 我武将出身 哪懂这玩意儿 众所周知 留起做人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不干人事儿 来来来 窦英啊 你来说说 丞相该干什么 上左天子 离阴阳顺四时 下遇万物 外合四夷诸侯 内亲府百姓 是亲大夫 各司其之一 你这个贤官 比丞相知道了还清楚啊 这一番操作下来 刘起一点儿没给周亚夫留面子 周亚夫性子强硬 能忍这个吗 老夫原是躺藤军人 这刑事案件 可两股收支 关我屁事 这娘的 还不是皇上想剥夺我的军权 才敢鸭子上架的 想我不会干 好 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啊 正熬夜工作的刘起 就收到了周亚夫的辞职报告 报告上 简简单单 老子当调猴去了 也不伺候你了 刘起心头 涌上了一阵喜悦 当场准奏 大汉年会审计忙 刘起一气周亚夫 放眼天下 能够让太子刘彻 容装肃木 等了一个小时 还没生气的 也只有周亚夫一人了 你唤刘起老爷子来 晚上 就得嚷嚷着 卸甲 给阵卸甲咯 刘彻那边 容装整齐 周亚夫 反倒穿了一身不衣 他是张嘴跟刘彻说呀 在军营里面的感觉 进军营就跟回家一样 里面 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有好听 我超喜欢在里面的 接着 几个人就上了马车 行了半时 将军有令 任何车辆进入军营 请缓慢行驶 这一幕 让刘彻不禁肃然 作为热血青年 他的内心是豪情万丈 刚下车 这股豪情就迸发了出来 刘彻没人理 可周亚夫 那可就不一样了 虽然夺了兵权 和踏平七国的他 军中有多少旧谱 刚一露头 就听见山呼海啸般的 周亚夫一开心 把礼节啥的都给忘了 甩开膀子 别回家了 到了大帐里 众将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太子来军营看啥呀 干脆周亚夫提议 别磨叽了 接着 在军营里 深入浅出的 给刘彻讲解了行军阵谍 各部各兵种配合 这一波 无疑是给刘彻深深意识到了 有一个好将军 才能让大汉有军魂呢 回来 他就一于言表了 迫不及待的 跟他老爹细细说了军中见闻 刘起一听就明白了 好家伙呀 周亚夫 还是那个周亚夫一点没变呢 接着 就在宫中摆些宴席 周亚夫 哪里想的那般多 只想着 燕门关被图了 想起我了 哥们儿 今天就穿不移去了 让司机开车慢点 大英雄 都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等到了之后 景帝说话 就有一点不对劲了 亚夫 不依便跑 入大营 军中一片 呼喊声 威风依旧 周亚夫 还没寻思过味儿来 就发现 皇上设宴 你让我拿手抓呀 这时候 刘起才展现了手腕 亚夫啊 你每次都这么大呼小叫的 参具是我撤的 晚了一个多时辰 我还以为 你不来了呢 周亚夫起身 没落地走了 啥国难思良将啊 刘起这个坏人 我回去当条侯去了 而刘起 借着这顿饭 给未来的汉武帝 讲了一个道理 一个能听话的周亚夫 才是好时四夜 这便是 刘彻巡视戏柳英 刘起二期周亚夫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 为谁雄 在刘起二期周亚夫之后 咱们的周大将军 现在就剩下了一个想法 生做不了人节 我死了 还不能当鬼熊吗 给我修墨 大搞特搞 墓里面 给我整五百套甲盾 再给我修几个手办尼人 这一消息 传到刘起耳朵里 刘起先是一愣 这属实吗 结果人说 这是实话呀 当时的刘起属于是 垂死病中 精做棋 横扫鸡个做自己呀 吃坏 看人吃坏 他要干什么 为啥周亚夫要反 刘起整个人都不好 俗话说的好啊 一甲顶三奴三甲进地府 刘起能不害怕吗 等钦差到了周亚夫府上 周亚夫秉承着 沉默是今晚的周府的原则 愣是一个字不说 这可就给警弟气坏了 好个周亚夫 真不要你打了 一旁的皇后赶紧说 别生气啊陛下 要不晚上 我给你表演表演谢甲 给您助助兴 你要说这个 刘起可就不困了 他冷静了一下 选择先把周亚夫 放庭位那观察一下 适当的时候体面地照顾周将军一下 毕竟 咱警弟好面 笑感人厚 这等腹黑手段 他从不会做 旨意 传达到周亚夫那 周亚夫一脸死灰状 仿若下一刻就要 我已经燃尽了一般 在他看来 这刘起 是要把他往死里逼啊 知道他好面 他不愿意受辱 想要清清白白了结一生 但是周七就跟他说了 你这样不明不白地自杀了 不就承认了罪状吗 得为周将的名声考虑一下呀 周亚夫冷静了一下 白衣素果 如同奔赴刑场一般 到了庭位那 庭位一张嘴 就是老编剧了 君侯买了五百套甲盾 是不是想造反 周亚夫实话实说 我儿子买来陪葬的 咋能说造反呢 这不知名庭位 大笔一挥 传下去 大震惊事件 我国名将周亚夫 私助凯甲 竟是为了死后造反 那还能说啥 周亚夫两眼一闭 此刻 他是恍然大明白了 感情 这是刘起三弃周亚夫啊 接着 绝食五日 死在了牢中 一个死后而返的借口 不过是一个强家的罪名 朝廷上的帝王 何曾有过温情 从安流逝者 博野的功臣之后 到绝世而亡 随着周亚夫的轰然倒下 挺立高足 高后 文景几朝的开国功臣集团 也终于走向了 彻底的没落 而等刘彻登上舞台 所面临的将会是 全新的政治局面